1.2.3 黑漆漆的國道5號傷頭 警員不停CPR 昨天晚間全新男子開車 從宜蘭市準備回東山住家 途經羅東交界時 遇到國道警員進行酒測勤務 發現陳信駕駛運動連帶酒籠 以及車內有氣酒精氣溫 所以我們知情員警 就以檢視器測得酒精之後 要求陳信駕駛運動立即下車 陳男乖乖配合酒測 不過第一時間吹氣不足檢測失敗 第二次吹氣前警員跟他說 拒絕酒測要罰18萬 沒想到陳男突然倒地 陳男送醫後抽鞋有酒精反應 但搶救後仍宣告不至 家屬質疑陳男是被警員嚇到 才會猝死 但真正原因還要再調查 突發中心一覽報導 蘋果的新聞是記者自己跑出來的 支持他跑得更好更快 屬於你的媒體 蘋果新聞網